大家好,我姓杨,叫明文 我是今天焦点人生节目的主持人 首先我代表焦点人生节目制作组 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马拿福音剧场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 伯特利教会的牧者张亚伦牧师一家 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请张牧师一家来带领我们进行音乐敬拜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的形式 把主的爱、主的喜 我们的信主之后所得到的喜乐都传播给大家 我们现在请张牧师一家 基督徒的聚集就是一个敬拜 所以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将荣耀归给神 所以这样的一个聚会 我们希望神能够得到所有的荣耀 那我们就用诗歌来开始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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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hallelujah for the Lord God almighty reigns hallelujah hallelujah for the Lord God almighty reigns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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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holy are you Lord and almighty are you Lord are you Lord and almighty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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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the Lord for the Lord God almighty reigns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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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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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you Lord are you Lord and almighty are you Lord and worthy and you are holy holy are you Lord and holy holy are you Lord and you are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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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you Lord and almighty and and have you are you Lord are you Lord and i can't hear the Angels sing Glory,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I can hear thee Angels sing Glory,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Amen Praise the light Amen Praise the light Amen Praise the light Praise the light Amen 好像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请大家静下心来思想一下 家是什么 我想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定义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的一个定义 它是说家是在整个世界都下雪的时候 你走入其中却是春天的地方 我想没有人不渴望这样一个和谐 一个美好的家庭 没有人希望说白天我们在职场上征战 然后晚上回到家之后 在家里跟我们最亲最爱的人继续征战 我想没有人是希望家庭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但是我们所处在这样一个社会 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 我们面对各种生活的压力 各种诱惑 各种挑战 然后我们跟自己的家人又有一些性格上的不同 兴趣的不同 对事情看法的不同 我们如何在这么多的挑战之下 还能够营造 建立一个很健康 很和谐的家庭关系 我想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所以我们焦点人生栏目 就开放这样一个平台 让我们都能够在这样一个平台里面来学习 如何建造 如何维系 一个和谐美好的家庭 那我们今天呢 很高兴就请到了 我们伯特利教会的张亚伦牧师一家 他们愿意打开开放他们的家庭 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的经验 他们的秘诀 我们先请张亚伦牧师介绍他们 美好的七口之家 好不好 大家好 我叫张亚伦 是伯特利教会的牧师 这位是 My better have 她在家里是一家之主 我都听她的 OK 真的我都听她的 你也不相信 OK 大女儿Deborah 她21年前 她让我做一个proud parent 做了一个非常非常 一个父亲 一个很很很 真的是非常享受的一个父亲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神学里面抱着她心里头多满足 你看她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老二 老二 Luke 这个 长相很撑头 她走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自己变年轻 OK Rebecca 从小就是爱笑的一个孩子 所以她的中文名字叫张亦 亦就是喜悦的新人是良药 所以她是一个很快乐的孩子 Right OK 他同意了 Matthew 他实在是我不知道 如果没有他我的日子要怎么过下去 非常非常让我享受很满足的一个孩子 他也相当的有智慧 觉得神把他赐给我 实在是我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喜乐 Esther 很可爱的孩子 她是我们家 虽然是最小的 但是 So far 她没有那个小老药的味道 她只要碰到跟她比她年纪小一点 她那个姐姐的样子就出来了 所以很感谢主持人给我们这样一个家庭 Bless 谢谢张牧师的介绍 那我想 大家会跟我一样 就是说比较好奇说 他们的家庭是个怎么样的家庭 那现在呢 我想问一下他张牧师的孩子们 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 你们可不可以用一两个词来形容 家给你们的感觉 你们的家给你们什么样的感觉 都可以分享一下 OK 如果我用两个词来描述我的家庭 The first one would be laughter In my family It's not perfect But we love to laugh We're always joking around Every morning it's very loud and crazy And there's always laughter in our house The second one is very encouraging I always feel encouraged By people by them 出满了鼓励与笑声的家庭 那Luke分享一下 I feel that in our family We're always very comfortable We're always 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 And there's always an atmosphere of peace Yeah 就是很舒适的一个环境 You不需要伪装 不需要去做 自己不想做 但是是为了取悦与别人而做的事情 I feel that our family is very safe I don't need to pretend to be anyone who I'm not I can just be myself And I won't be judged for that 感到家是非常安全的一个环境 不需要担心被父母评判 那我想大家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了 他们的家庭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 那我可不可以请这些 这些孩子们也分享一下 你们的父母 你对你们的父母的印象是什么 Well my father to me is very responsible very reliable I trust him to take care of our needs And for my mom We always feel She's the most sympathetic one If we feel sick Then she always believes that we're sick Even if it might not be true But she always takes our side And she always believes us I really think that there's a lot of fairness involved 當我們需要承諾,他們會承諾我們 但他們也會永遠愛我們 我認為這是一個關鍵給我的家庭 他說父母對他很公正 哪怕是對他一個懲罰,他都知道這個懲罰是正當的 對 我認為父母對他很公正 我認為父母對他很公正 和他們的經驗,他們設了一個例子 我們應該是誰 講到嚴傳身教 嚴傳不如身教 聽完之後,我真是覺得 我心裏面只有一句話 叫不要這樣 真的,我覺得你們可以感到非常地自豪 我覺得這是 至少作為我個人來講 這是一個目標 希望家庭真的能當出這樣一個 孩子感覺到安全 感覺到不被評判 感覺到可以信任他的父母 當他有困難的,他知道父母一定會幫助他 這樣一個,真的是一個很美好的環境 那我是讀到一個小故事 是說 有一個富豪被 有一個富豪一深夜在路上,在街上這樣閒逛 然後警察就問他說 你怎麼不回家 他說我沒有家 警察說不對啊 那個豪宅就是你的家 就在那邊 他說 他說那不是我的家,那是我的房子 那我想 家不等於房子 那我是想 想先請問一下師母 是如何在 如何營造一個家的氣氛 因為我們知道 家不是一個 只是一個房子而已 是 你有什麼樣的 你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也會營造一個 舒適和和諧的一個家庭 我想 自從我們有了孩子以後呢 就開始做父母 那這就是一個關係的開始 一個關係的開始呢 常常就是相互的 我想 如果你 開始成為父母以後呢 你就開始等同於跟孩子一起成長 因為沒有一個人是先知道 你做父母 才愛的 才有 才有孩子 常常是真的有了孩子以後 你才開始學習怎麼做父母 所以呢 一個家呢 就是因為有一個關係在 這個關係很重要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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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的氣氛呢 就是關係好 你關係好的話 很自然的 就是有良性的循環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關係就是 就是愛的關係 在家裡面絕對就是一個 講愛的地方 不是講道理的地方 不是講你的孩子做了哪些事情 做錯了哪些事情 而是你愛他 這是天生的理由就是愛他 愛他呢 你就有權力 你真是愛他的時候呢 你就會在他生命當中 開始有權力 他就會來 相信信靠 那我覺得 聖經上面說到 有一篇愛的真諦 覺得就是 非常是我們基督徒 拿來當成人生的一個 真的是一個 一個 關係的一個 一個作用名 第一句話就是 愛是恆久忍耐 又有恩慈 接下來當然有很多 我想今天呢 我主要想跟現場的來賓們分享 就是 我覺得 當我們成為父母以後呢 我覺得 神讓我們學習的最寶貴功能 就是恆久忍耐 對我們的孩子 不管他好不好 我覺得 這個忍耐就是一個 愛的真諦 對我們的孩子 有恩慈的話語 當他真實的信號 你對他的愛 你對他的話語上 充滿了鼓勵的時候 這個關係 就被建立在一個 非常非常安全的關係上 他因為 相信你 他知道再怎麼樣子 他always 來到你面前 你是接納他的 這個關係 就會成為很穩固的關係 家庭的氣氛 就很自然 就好像個良性循環 他因為信號 因為 因為 有安全感 他自然就會怎麼樣 開心了 他開心了呢 他的弟弟 他的妹妹就開心 或者他的哥哥弟弟就開心 所以我們父母 在這樣的一個良性的循環 家裡 不可能 不可能是一個 是一個 緊張的地方 一定是一個非常 充滿愛 平安喜樂的地方 像師母剛才提到的一個詞 就是權品 我是接觸很多移民家庭 大家有一個比較 不同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如何能讓我的孩子 聽我的話呢 那如何建立這個父母 如何建立他的微信呢 我想大家知道 微信不是說 不是打出來的 不是說罵出來的 因為你不在的時候 小孩子 你一轉身 小孩子做什麼 他如果沒有按照你想要他做 你並沒有真正的微信 真正的微信 是你沒有看到他的時候 他常常是按照你希望他那樣 你教導他那樣去做 我想這才是真正的微信 那我是想請教牧師師母 你們是如何在家裡 建立這種微信的 首先要讓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那種通話 或者是小說裡面的那種完美的家庭是不存在的 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家庭 那我們趕在眾人面前 好像說把我們的家打開 我冒著很大的危險 讓孩子們描述他們對我的認識 你有一把冷汗 我覺得在我們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學習建立關係 那其實這是跟小方學的 因為他是一個很主動來建立關係的人 那我覺得我做父親 受到他的影響很大 就是如果我們中間有什麼爭執 有的時候他可能情緒稍微激烈一點 或者用詞稍微嚴厲一點 或者聲音大一點 大概很快很快 他就會過來跟我道歉 OK 當他每次跟我道歉的時候 你知道我心裡在想什麼 我又被打敗了 那我就覺得說道歉應該是男人先做的事情 可是他就先道歉 他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對我來說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意義 就是我們中間那個關係是很重要的 有關係神就可以祝福 沒有關係神就不能夠祝福 Amen 當我們中間有這樣的一個關係的時候 神就來祝福這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在我們家中 我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 因為任何一件事情 跟別人家中任何一個人不說話的 我們家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我們家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如果有任何的 differences的話 我想我們會來溝通 我們會來認識 那我們中間沒有說我對你有意見 我悶在心裡不說 我就跟你切斷關係的 我們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practice 這很重要的一個操練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延遲上被傷害 或者行動上被傷害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你就躲起來 為什麼要躲起來 也不希望繼續被傷害 但是我們發現說 那個不是好的一種方式 我們繼續去來建立關係 那我們不去切斷那樣的一個關係 到目前為止 不管是我跟師母 或者是孩子們他們彼此中間 他們從來沒有說 兩個人中間有任何的爭執 到一個地步 需要大人進來interview 就是來介入的 從來沒有過 那我跟小方中間 也從來沒有讓孩子們覺得說 嗯 乖一點 爸爸媽媽現在正在吵架 我們如果不乖的話 會順便被修理 我們家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我是覺得 在家庭中 有的人說 平時在外面生活壓力那麼大 到家裡我就可以發泄了 對不對 在外面就要披上盔甲 然後對每個人都很nice 但回到家說 我就可以放鬆了 那我有什麼情緒 白天受到什麼壓力 我有些對同事不滿的情緒 我回家了 我就應該 我可以發泄出來了 所以有時候在家裡面 反而我們是那個 外面我們是很nice的人 回到家反而是那個不nice的人 所以這一點 但是我們也知道 我們的家人是deserved 我們美好的一面 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就是 升級起來的時候 真的就 不管不顧了 顧不到那麼多 對 反而是傷害我們最親自的愛人 那我是想給大家分享一個例子 有一天 我也是 情緒是去控制 就朝我女兒喊 我女兒還很小 我也朝她喊 她喊了之後 她就很受傷了 就哭了 她哭的時候她跟我講說 她說 媽媽 你說我是上帝給你的禮物 她很傷心就傷心 她不能理解 為什麼我跟她講 這樣的話 但是又對她這麼凶 那我當然知道這樣是不對的 但是我覺得在生活中 如何去控制這種情緒 或者說我們為什麼會生氣 生氣難道是說 我們主動的選擇嗎 還是說我們的last resort 我們是沒有辦法才會選擇生氣 我想問問牧師師母的意見 對情緒控制 你是怎麼看的 我想沒有一個人 從生下來到現在 從來沒有生氣過的吧 應該沒有吧 每個人都有生氣 我想生氣是一個 他一個本能 一個是一個反應 但是我自己 有一個很切身的經歷 就是身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相信上帝 我們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上帝 他會幫助我們 就是說在我們情緒 不管是我們生氣也好 或是我們傷心也好 或是有的時候 真的是覺得 最親近的人的時候 真的是用話語上 傷害到我們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 最好的方法就是 來到神面前 先不要去管這些事情 是對 是錯 是他的錯 還是我的錯 就是來到神面前 我覺得每次我禱告的時候 我跟神 把我自己裡面的 生氣也好 或是傷心也好 當我起訴在 因為天上的父親 阿爸夫人面前的時候 他總是帶給我安慰 而且他會給我智慧 他會給我智慧 去說或是不說 做或是不做 所以 身體上有句話說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面 免得我得罪 事實上就是我們 如果有神的話 在我們的心裡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比那些 不知道來到神面前的人 真的是會有多一分的忍耐跟智慧 特別是在處理你的家庭關係 你跟孩子 你跟你的丈夫或妻子的關係的時候 我自己的經歷就是 總是總是來到神面前 總是來到神面前 神就會給我們智慧 給我們愛 更多的愛 我是想Clarify一下 那師母的意思是說 當你憤怒的時候 停下來 對 Always 當常停下來 對 跟神有一個溝通 跟神有一個溝通 會會交通 就是禱告 聽他說話 你就是他比我有智慧一樣 他 我記得 孩子們都還很小的時候 然後 他 有一次我好像就是 對孩子比較兇一點了 他們都已經忘記了 因為他們還太小了 感謝祖 他們的肌力沒那麼好 那 那個時候 他告訴我一件事情 我到現在都不會忘記了 他說 他說 我要做我的孩子們 最好的朋友 他說 我不希望 將來孩子們 若是發生了任何的事情 他的生命裡面 遭遇任何的難處 我做媽媽的是 最後一個知道的 我覺得這句話 很有智慧 可能是他禱告來的 我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覺得我們兩個人 都往一個方向去 因為剛才明文提的問題 我可能沒有回答到很明確 就講到authority 就是全餅的事情 全餅從來不是一種壓力 或者是一種 因為憤怒所帶來的 讓他們的那種厭惡 全餅其實是因為恩慈 是因為信靠 是因為你願意跟他建立關係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其實我蠻努力的希望 來做這件事情 就是能夠 我願意跟孩子們來溝通 我的老大 他念小學 念高中 甚至於念大學的第一年 第二年 我常常送他上學 送他上學的這件事情 別人可能會覺得說 你還送孩子上學 為什麼不做bus 或者是如何如何 我在送他上學的那段時間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跟孩子溝通的機會 因為我可以跟他們談 我可以問他們一些事情 我可以了解他們心中的一些需要 當然他們也可以告訴我 他自己心中的想法 所以老大是如此 老二是如此 老三現在也是 甚至於老三也是如此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要跟他們主動來建立關係 做他們的朋友 因為事實上 有的時候 我們中間做父母的 你的孩子沒有來問你問題 並不表示說 他們沒有問題 可能是因為關係不夠到 他能夠來跟你來談 他心中的那樣的一個問題 我們自己也是 在這件事情上努力 希望說 孩子們 他們心中又如是有什麼 的話 他們願意來跟我們談 所以那才是 那才是我心裡想的 所謂的authority 那我剛才說到一句話 是說 要做孩子的朋友 那我知道 一些提名家庭的話 我也跟他們有交流 但是發現有一些家庭 因為父母都很忙 那在白天 甚至晚上 都工作到很晚 很少的時間 跟孩子們在一起 那他們怕孩子不知道 他愛他們 所以不跟孩子說 No 孩子如果說 想要玩具 就給他買玩具 想要遊戲機 給他買遊戲機 就是成了他們 表達愛的方式 說 那我不跟你說 No 我要跟你說 No 也許你以為我不愛你 我是看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是想問一下孩子們 我想你們的父母 應該也會跟你們說過 那你們的父母 跟你們說 No的時候 你們是什麼樣的感覺 是說 我感覺到說 我的父母不愛我 所以我想要這個 他們不給我 Whenever they they tell us that we can't do anything or or just plain no it's never it's never out of rejection or or anger it's always it's always out of love again and I feel like we when we were younger we didn't fully understand why they would not let us do certain things but it's because we we didn't understand what they saw and and the entire big picture and so yeah we learn from we learn from a lot of the things they we learn from doing and it actually allows us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s now because of how they've sort of taught us how they've basically taught us how to make these decisions soy is 拒絕有拒絕的方式 可以有愛的拒絕的方式 對嗎 我們家發生過一件事情 老大有人知道 他跟我要那個 Laptop 那 我沒有給他買 因為 他已經有一個 桌上琴的電腦 Desktop 那我想他需要的 Everything 那個功能很好 沒有問題 那 他就 他就威脅我 他說 Daddy 給我買個Laptop 等你老的時候 我不會送你去老人院 我沒有被威脅 還是 對呀 後來他念大學的時候 學校就 發給他一個 新生美人 一個Laptop 他就開始有 他是一個Laptop 我想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很 就是 就是在屋子上面 就是 沒有底的 就是 你要什麼就可以有什麼 我們不是這樣的一個家庭 那 我們總是把 足夠的 給孩子 用我們的標準 用我們的想法 我們覺得說 我們給孩子是足夠的 而且 而且是 Above average 那 那個 就是 有時候需要exercise 我們的那個 怎麼說呢 孩子們 他們真的要學習說 你不是每件事情 你要的都可以得到 有時候你從小就要學習 什麼叫Frustration 從小就要學習什麼是 你 你需要去學會接受 失敗這樣子 所以 那個 在這件事情上面 小方做得比我好 他真的做得比我好 我一直是要尊容我的妻子 因為 我們結婚到現在22年 他沒有給他自己買過一件大衣 真的 真的我們家發生的事情 但是 他每次出去的時候 他比如說 買什麼樣的東西 想到的都是孩子 他給孩子買很多的東西 但是 就是 我們家裡都是這樣的一種情形 所以 我覺得孩子們 真的覺得孩子們 比較挺他的 比較不挺我的 然後我覺得 我在家裡沒什麼地位 如果我 難敢跟他發生 演藝界上的衝突的話 他後面還站著五個人 那我是想問一下Matthew Matthew 你 我知道有五個孩子 不可能你給五個孩子買的東西 全都是一樣的 這是不可能的對不對 不可能說 一模一樣的東西去買五份 那你們肯定有 你會不會有心裡有想法說 爸爸或者媽媽給哥哥姐姐買的東西 比給我買的多 或者說 他們對我不公平 因為我拿的東西比較少 我的房子 我住的臥室比較小 你會不會有這種想法 然後就會 對父母有一個看法說 他們愛哥哥姐姐 你愛我多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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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覺得這樣 因為你算了 但 我想這就是對父母的信任 相信父母在你長到哥哥姐姐的年齡中 你也会有那样东西 我想加剧这种信任 真的是非常的关键 是如何建立这样一个信任 子女他当时不能够理解你的决定 或者说有些不太能接受 但是他相信 他对你有一种信任 他知道你这样做是正当的 你有你的理由 他相信你的判断 我觉得大家在这些时间 过得真的非常快 大家在纵短时间内 应该也看到了 我们张牧师一家 非常和谐美好的这样一个关系